一个人旅行会不会觉得很孤独 不孤独 不孤独啊 如果我觉得孤独的话 我不能旅行这样的 我有了狗 有个狗 狗 没听懂是什么意思 狗 那个 哦 有个狗啊 哈哈哈哈 车子 下降了一下 人家的主角 现在这位人也在中国的 YouTube上看了 所以我会议议 这次是我的车子 我是来自浙江湖州 今天是我旅行的第三年 然后我现在 我第一趟旅行是徒步的 走了5000多公里 13个月到达拉萨 然后这次是我第二趟旅行 然后我们临时买了一个 电动三轮车 然后我的车子 总长度是3米5 高度是1米4 然后呢 然后我这个原来是一辆 快递吉祥车 我把它改装成一辆房车 然后全国有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房车 改装成一辆房车 你自己改装了吗 还是 自己改装了 哇 厉害 然后形成了一个小房车 可以睡觉 也可以做饭 这样子 哦 这个长度是 车厢的长度只有一米八 一米八 从从这里 到这里 到这里 到这里一米八 一米八 所以没问题 一个人 嗯 所以一个人 车厢有点乱 哦 没关系的 嗯 然后这些都是我的生活用品 嗯 全部在车上 好 这灯 有灯 有灯 哦 然后灯 然后这里还可以充电 哦 也可以充手机都可以的 太阳能板有 有 给我卸了 我可以 拆掉了 拆掉了 嗯 为什么 靠这里充电 那你怎么充电啊 靠这里啊 这里啊 啊 就是靠这里 就方便吗 嗯 没 你路上方便吗 方便 基本上能充电 哦 这个 现在我就两个电瓶 一个发电机 一天可以跑200公里 就看起来新车吧 新车 嗯 我才买了两个月 两个月 你 我两个月才开了这个车出来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驾驶室 嗯 东西有点多 哈哈 这东西新的 对啊 都是新的 开车两个月 我在路上已经好几年了 那 我以前是用别的方式 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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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什么 硬额车 硬额车 嗯 三个轮的 三个轮 手推车 这个以前你有别的 对 以前是用别的方式去旅行 你让我看看 只能在手机里面看 嗯 可以啊 给你看一下嘛 嗯 给你看一下我以前的旅行 嗯 我以前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这个是你的 对啊 我以前是开 推着正车走的 你这样的旅行啊 对啊 Oh my god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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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